西红柿炒鸡蛋人人都会做,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出饭店的味道。 到底是先炒西红柿还是先炒鸡蛋呢?很多人都搞不懂。 今天我就把五星级酒店大厨教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,酸甜可口,特别的好吃下饭。 看完视频之后,保证你又学会一道拿手好菜。 首先,我们准备四个西红柿和四个鸡蛋。 先把西红柿放入滚烫的开水中烫一烫,这样更容易去皮,烫30秒西红柿皮就会自动开裂。 然后迅速捞出来包去外皮,再用我家的刀从中间对半切开。 去掉根地,把西红柿切成的小块,尽量切到大小一致,这样既好看又美观。 切完之后,装入白色的盘子中备用。 准备一把小葱从中间对半切开。 葱白和葱叶部分分开切,全部都切成小葱花。 再准备一块老葱切成姜末。 切完装入一个盘子中备用。 准备六个新鲜的鸡蛋,将它依次打入小碗中。 亲爱的家人们,我每天都在用心地分享做菜的小技巧。 能不能给个小红星支持鼓励一下,万分感谢。 加入少许食盐,几滴白醋去新增香。 来一勺松鲜鲜,它可以代替盐和鸡精,都是食材本身的鲜味,没有任何的添加。 平时煲汤炒菜的时候放一点味道特别鲜,用一双黑色的筷子充分地将鸡蛋搅匀备用。 接下来锅中倒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高油温倒入鸡蛋液。 这样鸡蛋液会快速地成型,而且会迅速地膨胀变大。 炒出来的鸡蛋,口感更加的蓬松好吃。 把鸡蛋炒成大大的小块,炒熟炒香,然后盛出来备用。 锅中留少许底油,放入葱姜蒜爆香,先倒入西红柿,大火炒出西红柿的汤汁。 加入一勺番茄酱,口感好吃,颜色也更漂亮。 再来点盐,鸡精,白糖。 少许清水,大火翻炒30秒,然后倒入鸡蛋。 继续翻炒均匀,这个时候鸡蛋就会吸收西红柿的汤汁。 吃到嘴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爆汁的口感。 翻炒一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。 淋入淀粉水,大火收一下汤汁。 出锅撒点小葱花点缀一下。 装入盘中,就可以美美地端上桌享用了。 这样做的西红柿炒鸡蛋色香味俱全。 好看又好吃,高级酒店一份就卖58,咱们自己在家做,成本5块钱都不要。 搭配上白米饭一次三碗都不够吃,非常的鲜香开胃。 学会了就收藏起来,在家试试吧。 点击我的头像,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视频,下期再见。